在土耳其举行的WTA女子网球年终赛 第二天赛成世界排名第三的小威廉斯 虽然首盘双发失误 但是仍然以直落二的成绩 击败中国的网球好手里纳 而沙拉波娃遭遇苦战 但是最终以三盘逆转拉得万斯卡 沙拉波娃和小威廉斯双双闯进四强 小威廉斯与里纳击战了一小时又50分才分出胜货 两人都在互破发球局 小威廉斯在第一盘第四局比赛中 因为连续两次发球失误 怒摔球拍而受到一次警告 不过虽然小威廉斯吞下双发失误 但最后还是以7比6 6比3直落了成绩 击败中国网球好手里纳 另一方面第一站中击败意大利好手艾拉尼的沙拉波娃 第二天赛选中再次对上今年迈阿密决赛中的劲敌拉德万斯卡 虽然上回吃下败仗 但这回经过三小时苦战 上到波娃最终以5比7 7比5 7比5逆转获胜 取得另一张四强门票 新唐亚太电视黄千锋编译